劳动法规定员工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作时间 那么每天的午休时间是否算作工作时间 如果认定为工作时间 员工的工作时间则可能会超时 并且单位也需要对员工在此时间段内的行为承担责任 案例引入案例简介黄某入执谋广告公司 公司实行朝9晚6的工作时间制度 即每日9点上班晚6点下班 中午12点到1点为午休时间 黄某员就职公司实行朝9晚5公时制度 即早9点上班晚5点下班 同样午休一小时 黄某认为广告公司将午休一小时排除在工作时间之外 要求一天上班9小时 是违法的 故要求公司做出调整 公司认为 法律没有明确 禁止公司这么做 且很多企业都采用该种工作时间制度 拒绝给予调整 员工若不同意可以辞职 案例分析工作时间 又称法定工作时间 是指劳动者为履行工作义务 在法定限度内 在用人单位从事工作或者生产的时间 劳动者或用人单位不遵守工作时间的规定或约定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公时制度 但是劳动法相关法律法规 没有明确界定午休时间 一般来说 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运营模式 自行安排午休时间 支持者认为午休时间当属工作时间 因为在工作过程中 为了使劳动者的体力得以恢复可以精力充沛的投入工作 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劳动者一定的非劳动消耗时间 午餐时间属于间歇时间 反对者则认为 午休时间不属于工作时间 因为若把午休时间拉长 就会发现把午休时间列入工作时间是十分不合理的 关于本案例 关键问题在如何定性午休用餐时间 该午休用餐时间是否属于工作时间 具体请看下文对于工作时间的分析 工作时间确定一 工作时间是劳动者履行劳动义务的时间 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 劳动者必须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时间即为工作时间 劳动时间有工作小时 工作日和工作周三种 其中工作日即在一周夜内的工作时间 是工作时间的基本形式 二 工作时间不限于实际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的范围 不仅包括作业时间 还包括准备工作时间 结束工作时间以及法定 非劳动消耗时间 法定非劳动消耗时间 是指劳动者在工作日未完成生产任务 或作业的所必要的休息时间 因自身的生理需要 而必须中断正常工作的时间 在工作时间中 因工艺技术特点的需要使工作 必须中断的时间 出差时间 依法或单位安排离港 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等 三 工作时间是用人单位激发劳动者 报酬依据之一 劳动者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 提供劳动 即可以获得相应的 工资福利待遇 加班加点的 可获得加班加点工资 四 工作时间的长度 由法律直接规定 或有集体合同 或劳动合同 直接规定 在标准工作时间下 我国目前实行劳动者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不超过四十小时的工作制度 具体到午餐时间 是否属于工作时间 判断的关键 在于该时间 是否可以由劳动者 自行支配 如果在企业规定的 午餐时间段内 劳动者 可以自由支配 比如 有些办公楼的员工 在午餐一小时内 可以外出就餐 顺便逛个街等等 这样的就餐时间原则上 就属于法定工作时间以外 劳动者 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 不能算作工作时间 如果劳动者 无法自由支配 自己的午餐时间 企业统一安排 员工的午餐 就餐完毕 即安排工作 或工作性质的活动 这样的午餐时间 应算作为完成生产任务 或作业的 所必要的间歇时间 按工作时间处理 至今